台北市林夜市是很多国外观光客来到台北的必去景点 但最近却有中国旅客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说他到市林夜市买了一颗市家要加200元 但吃起来味道却跟他试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直言说这样根本就是欺骗观光客吧 对此 北市小宝官也在今天晚间会同相关的局处 到当时的水果餐来鸡查 但现场是没有查到违规情绪 但他们也辅导业者要控管水果的品质 以免引发争议 虽然绿饱满的市家令人垂涎三尺 台湾特色水果吸引不少游客尝鲜 那有中国旅客抱怨在市林夜市买了一颗市家 没想到味道和试吃的是两个版本差很大 而且一颗竟然要200元 怒披帐欺骗旅客真的好吗 台湾民众也看不下去 那太贵了 差不多要50多块了 而中国旅客发的市家照片 果皮呈现深褐色 其他摊贩直呼已经过熟 消息印出引发哗然 对此北市小保官19号晚间 会同市场处卫生局及环保局 到当市店家鸡查 中国游客试吃和购买的品项确实不同 直及当市水果摊价格确实清楚标示 一颗市家200元 芒果依照大小一颗100元和200块钱 我觉得我很无奈的东西卖这么大颗 可能一颗才赚不到50块的成本 台湾人都敢吃的话 那怎么可能 观光客也不敢吃 特别古岛跟商家 要控管所贩卖水果的品质 避免贩售过熟的水果 以免产生互败或是变质的疑虑 市林夜市贩售的水果 再传出争议 也让游客避去的观光景点 蒙上新的阴影 记者曹子还洋向于刘春威台北采访报道